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欣米 歡迎收看今天一個雲林新聞 開米鳳胎帶來的強烈的方法 雲林官有超過6萬公斤的農甸 陰棋 行政議長 都應台競仔到完整鄉到南町 勘扎農村以及財政 他表示已經支持農業部 客棟農業救財政 希望在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下 好民眾 冠軍規復正常生活 這次開米鳳胎 一起做新傳雲林 都有嚴重的財政 因為農業大關的 雲林官農村民族也不斷增加 因此一天 行政議長倒映台 是特別南下來到雲林事實 並表示的趕緊的 農業部組 減少農民的順序 我們包括農村 已經立即的啟動農村的就職機制 那麼保險 也有相關的保險 能夠應應 昨天在第一時間 我就要求農業安慰 一定要重塑的認定 要求農業安慰 除了看雲林的農村以外 行政議長倒映台 之後還留存這樣的危險在 那明天做的預算 我們會從前瞻勝的第五期 以及明年的公務預算當中 我們再做調配 盡量調出更合理 而且更多一點的預算 從水利的工程來做進行 院長也希望能夠站在農民的立場 讓我們大家盡速固更 也能夠朝向 免會堪 免現堪 而且能夠全品項的補助 那後續呢 我已經把我們 不只是農業還有交工局 交通以及我們的水利設施 該當要補助的部分 我已經把上了一個建議案 提送給我們的卓院長 那希望卓院長能夠盡速的來補助給我們 另外對農民的租財順是補助 白水系統的經濟硬硬硬 也都希望中央可以多多來幫忙 讓婚人的鄉親 會不會就尋到這些問題 這些農作物受損真的非常嚴重 而且呢 這個農業的資材 包括農業的成本 都大大的提高了 我們的農田都變成汪洋一片 是不是能夠提高這個補助加碼 那包括種子的部分 很多包括水稻也都剛剛佈產 下去而已 這一次他們又要重新復更 是不是院長能夠來協助 他們種子的部分 包括一些農業資材 能夠給予我們所有辛苦的農民 這個些許的補助 這次嘛 很多都已經都潰在那裡 潰在那裡 剛才我在台西桌子的時候 到我們環衝的時候 我們桌子上 五條港 那些都要保持營水 那就代表說 雖然是我們這個大潮的關係 我們排水系統 要射出去 射出去射下去 射下去會有 我們很多這個排水膏 都是需要再改善 所有的排水系統 線管河川 也都必須要清梳 而且必須要在農曆過年後 不能要等到五六月 才在做這種 才在做清梳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 很快速來做這樣的一個應應 然後當然還有多地方 他提防上衛室做完成 還是排水的 周邊提防上衛室做完成 我們當然希望 卓院長這一次 了解到這個狀況 可以盡早 來補助地方這樣的一個需求 這次的方法是 讓全雲林的鄉親 都相當的不安 希望透過中央限定 好的配合 兩者讓鄉親的生活 都會讓進行 接著小儀心 定貴族裁縫補兜